哈哈哈哈 欸 女人沒有高跟鞋怎麼會叫女人呢 沒有啦 二十是沒有啦 我看應該十來公分而已 十幾公分 對 十幾公分有啦 對 啊 問題是 我覺得沒有高跟鞋怎麼會叫女人 來來拜託攝影大哥拍一下 你看看這個有多高 喔 恐怖恐怖恐怖 喔 你都穿這個出門喔 沒有 我覺得女人有兩樣東西 是絕對不能少 就是假睫毛跟那個高跟鞋 一戴上去 一穿上去 整個人就不一樣了 然後我覺得我從年輕 我就很迷戀高跟鞋 就怎樣不一樣 整個人 假睫毛一戴上去 整個人就亮了 你怎麼說別人很貫賤 他說不然假睫毛 也不然假睫毛也不穿高跟鞋 你一旦講他就不是女人了 沒有 其實要對韓 其實要以實力取勝 沒有 因為我沒辦法戴假睫毛 對啦 我是很不得已戴 然後大概一兩個小時 我只要一下台 我就第一個就是拆那個假睫毛 我只要戴上去 我眼睛睜不開 因為太重了 你知道現在那個假睫毛有多重嗎 我真的很佩服你們 聽說有很多人 他可以不化妝 但是他不能不戴假睫毛 不戴假睫毛 他就沒辦法出門 而且美人姐你知道嗎 像薛哥他 薛智鎮他太太 那叫什麼 陳平 你知道他才厲害 他可以戴三層的假睫毛 因為有一次我研究 我覺得你怎麼可能 好像感覺 對喔 落後還沒落眼球那種 我就覺得 怎麼可以這麼厚 後來太太跟我講說 他是一層一層 然後他有分厚跟薄這樣 然後搭上去的三層 其實我是知道 其實像我們都知道說 穿高跟鞋不好 我是穿到 晚上回去高跟鞋一脫 那個腳會開始抽筋 然後抽到很痛很痛 然後可能它延續到第二天 可是 後來為了愛漂亮還是繼續穿 像我記得有一次 然後他第一次帶我出遊 出遠門到陽明山的時候 好高興你知道嗎 結果呢 後來呢 為什麼第一次約會都去陽明山 因為躺下來穿高跟鞋很憲感 山明水秀有沒有 空氣又新鮮 結果我們就這樣沿著山坡這樣走啊走啊 主要這位我真的已經不行了 體力那個小腿那個 你八山還穿高跟鞋還得了 沒有 就為了他當初講一句話 我就跟他媽媽媽 我就覺得說 到哪裡都要穿的高跟鞋 他說你穿那個高跟鞋 那腿的那個均勻度真美 真的就喜歡你那個均勻度 剛才交往也會拚 男人有時候沒話說幾乎 我好難告 什麼 結果你知道嗎 你要信信什麼 他說你沒有必要到這個山上來 你還穿高跟鞋 對 你看 但我覺得已經痛到就是說 比方說人家會有一個不救的方法 比方說腳倒掉啦 或是泡熱水 可是還是沒有用 你脊椎都沒有感覺有問題啊 現在 其實我做久了其實會痠 對不對 然後會沒有力 你知道嗎 文文 你特別是你每次 每天在上通膏 其實在上通膏的人都不可能這樣 彎腰駝背啊 趴著啊 怎樣啊 不行 那個腰是要挺的 對 然後呢你穿高跟鞋 你走路的時候腰也是要挺的 對 你長久那個脊椎會出問題 對 其實我是覺得像這個 像我們這種還好 因為可以這樣子撐著對不對 其實我最怕就是上比方說Live的節目 站著要穿高跟鞋 對 其實那個一下來 你覺得那兩隻腿是不是你自己的 根本沒有辦法施力 痛到受不了 這樣真的有辦法走路嗎 你看他腰痛 不是腰痛嗎 對 他的腳背已經整個都舉起來了 對 這樣有辦法走路嗎 其實剛剛講的拇指外翻 或小指內翻 那是主要是在於炫頭 就有一年流行那種巫婆鞋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鞋子尖得要死 然後大家硬是要割進去 那個時候那個最嚴重 現在其實大家漸漸的知道說 東方人的腳板其實比較寬 其實我們不是很適合 穿那個尖頭的鞋子 所以其實我覺得是 除非你硬要擠進去不過還OK 你剛才講到高度 就是影響到他講的一些骨頭的健康 甚至他們有一陣子就發現說 有些醫生說 那個女生呢 就是他膝蓋很年輕就出狀況 為什麼 就是他叫做冰骨軟化 對 冰骨軟化症 對 就是他本來那個 就比較相對不穩定 然後他又都穿那麼高 結果因為他年輕的 真年輕的他的肩膀就壞了 但是我有一個好奇 女生為什麼喜歡穿高跟鞋 因為高跟鞋很不舒服 你不知道那是我的意志嗎 那是因為男人的眼光嗎 我每次穿 我告訴你 那是我的意志 對 真的 為什麼 你本來一把 意志 意志啦 高一點是你的意志 因為我認為160公分出去 你知道多10公分 看起來就瘦5公斤嗎 整個人拉長 整個人就拉長 因為你如果 鄧高10公分 除了你的腿線條好看 因為你穿牛仔褲 可以遮著那個鞋跟對不對 大家以為鞋跟那麼長 那你如果要拉到你的標準體重 你應該踩一個高蹺啊 我最近有越穿越高的跡象 我承認 我本來平均只拉高7到10公分 最近鞋子都往15公分以上 就是因為你在越胖的時候 要穿越高 然後你又把那個 我就把自己剪分掉 其實不要買那麼高啦 就是因為剪不高 最近對不起 你這講這個話說 我對不起你 如果剪得下來 我們就不用買那麼高的鞋 是不是 對嘛 他就每次說 你們這些女生都騙人 那個每次一脫下鞋 突然間從那個巨人變豬 真的很好奇 這些去開刀的女生 開刀那個過程也很辛苦 復原也很痛苦 而且他長期這樣子 是一個很不 施力點很不舒服的 死後他就不再穿高跟鞋了嗎 應該不會 還是會穿 還是會穿嘛 請教一下劉醫師 其實我們講到脊椎的問題 高跟鞋也會傷害到脊椎 二郎腿 敲二郎腿 這也會嗎 他會造成血液循環不好 對 那主要講的是關節 關節的血液循環不好 但是這個姿勢 這個姿勢你會動到好多大的肌肉 骨盆 這個骨盆的肌肉也會斜的 就這一塊 對 骨盆一歪了 你的脊椎就不正了 於是這個長久 你不可能傾斜會摔倒 所以你要用一個這個 反作用力 反作用力的這樣的一個姿勢 來做一個代償 那沒有關係 我們就固定醫生 一三五翹右腳 一二四六翹左腳不就回來了嗎 恐怕要有人幫他算 今天是哪一天 我記得你是用鬧鐘 10分鐘翹左腳 換一次換右腳 然後再叫一次再 不行 之前就有一個女孩子 就是因為長期都這樣翹同一隻腳 而且他就是很習慣的 一直這樣翹著 他後來去看醫生是為什麼 是因為他一直開始覺得奇怪 為什麼這麼年輕 就跟人家做骨神經怎麼樣 因為他腳麻 麻到沒有辦法走 他就說他應該有一些 神經壓迫的症狀 女生怎麼翹腳 我跟你講不翹一樣 我現在兩隻腳很難疊在一起 胖到這個地步 女生怎麼翹腳交疊 我跟你講而且不翹很難 尤其你要穿短裙 你不翹腳開開能看嗎 當然怕那個曝光 一定必須的 可是沒有辦法 那個腳 那個翹腳的話 對骨盆那個姿勢會很不好 而且你也很容易歪掉 那樣子 而且因為你剛剛講的 牽動到很多的肌肉 所以你長期以來 你會不覺得 可是你一旦恢復正常的時候 那個肌肉沒有辦法放鬆 你就會很痛 對 而且翹腳就算了 還抖 還抖嗎 難抖那個女抖那個嗎 難抖平女抖見 翹啊還要抖 對不對 對不對 那是你賣兵兩個時候有嗎 也沒有啦 就是說其實那個姿勢不良 現在賣兵很不翹 然後直接開開來給你 給你摸啦 對 OK 這位說她說這 你也買過嗎 沒有啦 現在 你現在不需要 現在開車過去都看得到 對 有帶點說陳偉榮跟她說的 對 你那邊兩個姿勢有沒有過癮 你那個姿勢有沒有過癮 你那個姿勢也有 這很翹